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今天也发表了严正的声明 同时发起募捐活动 呼吁各界同胞踊跃捐款 以实际的行动支援大陆同胞的抗暴一举 同时作为慰问大陆死难同胞家属的基金 以下继续是台式二中采访小组的报道 经过有会人士的热烈讨论之后 中国国民党第13届二中全会 今天针对大陆情势发表声明 声明中严厉的谴责中共的暴行 并且表示将予以各种方式 坚决地支持大陆同胞争取民主运动 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所有与会人员 起立默哀一分钟 向为争自由民主而牺牲死难的大陆同胞 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和哀悼 而中央委员会代秘书长宋楚瑜 也在会中发表了严正声明 在长期抗争的大陆民主运动中 数以百万级的大陆青年 劳工与群众 表现了高度的爱国心 使命感和大无畏的精神 他们都抱着准备以一死 迫使中共改变独裁专制 实施民主政治 有人留下了遗书 有人甚至脱妻忌止 这种似使如归的决心与信念 正是七十多年前黄花钢烈士精神的重现 可歌可泣 令人震撼 感动与钦佩 我们相信 他们的血 不会白流 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目标 终将因为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而早日实现 为此 中国国民党对天安门广场上 不幸遭到中共屠杀的同胞 表示无比的沉痛与哀悼 同时 真自由民主 是千秋大业 绝不会因为中共的暴力镇压而终止 我们将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 给予大陆同胞最大的支援 这天声明桥案 获得全体业会中央委员 跟中央评议委员起立鼓掌通过 感谢观看